大家好,今天是因为端午节就要到了,所以说今天特意买了一些工具,然后想尝试一下包粽子,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嘛,所以说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,但是我会非常努力的,应该也没多难,我们就开始吧。 然后我们就倒入我们的开水,给我们的粽子洗一个温泉,哇,这个满满的粽子香的味道太香了,太香了呀,这个水都不舍得倒掉,这个是粽子味的饮料,好,我们找到了两面光伐的一面,然后把它们的背面粘到一块贴起来, 然后就进行一个非常难的一步,就是把它折成一个漏斗状,那我想想怎么折成漏斗状,它漏了,刚才做了一个失败的粽子,这一次我们会做一个成功的粽子, 然后,对着好之后,开始加东西,我们要对得紧一点,免得它会露出来,开始加我们的枣红豆以后,提前都配好了,一定都不可以浪费,好,填满之后呢, 看,我们满满大闹,是不是特别香,看起来就特别香,捏一捏,确定它不会露之后,我们再进行下一步,好,这回肯定不会露,可能撒了一点点,没关系,把它有可能会露封的地方折一下先,美不美观不要紧,重要的是它不露, 好,进行我们的下一步,天绳,我们把这个粽子绑起来,最后再系上一个蝴蝶结,好了,这样怎么都不会露的一个粽子,就做好了,最后我们就煮它就可以了,结束 好了,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打开,哇,怎么炒了这么多圈啊,完美,简直完美的一个粽子,看是不是很有食欲 好,那我们今天的包粽子就到这里了